第303节 夏日的长安呢 就像个蒸笼 这每天最热的不是中午 最难熬的是下午 今天的天气好啊 万里无云 基于朝廷礼仪 皇帝呢 在黄罗伞底下 官员就必立于青天之下 厚重的巢服穿在身上 在烈日下 占了足足两个时辰 前面被珍宝和愤怒 充满了情怀 这不知不觉间呢 已经有好几个年老体弱的人呢 已经中暑了 面色潮红的 在努力的坚持着呢 不想失去礼仪 偏偏李二见到云叶高兴之下呀 就忘记了他的臣子 还站在大太阳底下苦熬呢 或者说是 他明知故犯 有岭南这碗老酒搭地儿 云叶对长安的烈日啊 还真的不在乎 皇帝想听故事 那就来呗 反正啊 我想早点结束献宝的过程 这皇帝不允许 我有什么办法呀 得出口气 也不错 云叶把手里的盒子 往珍宝堆里一放 顺势找了一个阴凉的地方坐下 开始给李二讲故事 哎 这件故事 要从陈那天从皇宫里出去说起 后来呀 我在河边的沙子里 发现有金子 就告诉了窦燕山 开采的方法 李二听得入迷 他一生中最喜欢的 就是这种 斗智斗勇的故事 沉浸在故事情节中 不可自拔 对身后传来的咕咚咕咚的声音 毫不在意 陛下 今天的天气过于炎热 还请陛下早些结束朝议 现在已经有六位大臣 出现身体不适 昏迷过去了 忍无可忍的房玄灵 终于出声提醒皇帝 大声的把皇帝的心神 从畅响里拖了回来 李二不悦的往身后看了一眼 吓了一跳 地上横七竖八的 躺了好几位流着口水的大臣 正在接受御医的治疗 哎呀 哎 朕还以为身在军中 快快救治 儿等也快去阴凉之处 引些去火的药物 今日进见的时间 过长了 群臣这才松了一口气 一群人来到太极宫里 抱着加勒冰的酸梅汤 狂灌一气呀 唯有张亮 不急不缓的很有派头 他根本就没有感觉到外面太阳的热度 机械般的端起酸梅汤 一口一口的慢慢品 张公真是好气度啊 当初一口气 把岭南的收益全部捐了出去 又给蓝天侯去信 要求他不得寻思 如今见到那么些个宝贝 依然能够气定神贤 实在是我辈的楷模呀 老夫没有张公的那些雄心壮志 想做这个总管 那个总管的 只想带着全家吃饱喝足就好 如今在你的号召之下 姚家损失惨重啊 越不是度相求情 云猴又网开一面 只征收了老夫六成的份子 一家疗小 草就饿死了 只是张公你自己要往上爬着做国公 做王爷 或者呢 还有其他的念头 也就算了 为何要拉着我们一起倒霉啊 如今是不是该对我们有个交代呀 才不动人心呐 老夫是个没出息的 就想着家里多些闲散钱 给子孙治些些利身的根本 你不当年把脑袋拴裤腰带上 博命不就是为了今天吗 好啊 半辈子的基财如今没了 老张啊 是不是你给哥哥我补偿一点啊 张亮哆嗦的嘴皮子大怒 当初在我这里只说捐献我家的 没说捐献你们的呀 你们自愿捐的 那关老夫屁事啊 魁国公刘洪基是个急躁性子 听到张亮这么说 怒斥道 妄批 咱们薰贵本来就是一体的 当初云叶给大家伙找了一条发财的捷径 这是好路啊 既不违反国法 又不用去贪污受贿 挣大光明得来的钱 这如今没了一大半了 你他娘的还敢嘴硬 要不是你把老子逼到绝路上 没地儿走了 老子会站出来认捐呢 到时候就是不捐 岭南的最大头是陛下的 陛下的收益就足够支撑其争了 云叶在明州就给陛下 在钱庄里存了九十万官 他娘的还不到岭南收缴的一半呢 外面摆着的那些东西 里面就有老子的一份 你赔给老子吗 刘洪基 老夫在岭南的收益 被云叶收缴的一文都没有了 家将也被红城无舍给杀了 这里边就有云叶的影子 你们好歹还落了四成 老夫血本乌龟 我找谁去 活该呀 老夫虽然好色 可没有胆子打后背婆娘的主意 这张老脸还想活人 云叶不把你搜夸干净搜夸谁呀 你看看这里除了你家家将死的一个不剩 谁家无缘无故死人了 除了沙场战死的 老夫家里剩了一条腿的 都已经到了洛阳了 剩下的四成分子钱 一文不少的带了回来 云叶还把一些容易售卖价值好的东西 给老夫留下了 都是混君武的 这份人情老夫领了 如果云叶要带人杀到你家 老夫说不定会暗地里踹你一脚 你这匹夫 张亮想要骂人 裁张嘴 刘洪基的拳头就砸在了张亮的脸上 房玄灵和杜如悔 端着酸梅汤 避过一只飞过来的靴子 躲在柱子后边悄悄说话 老杜啊 陛下这次把能用的将领都派出去 京市里就剩下这些粗批 看来陛下是要好好整顿一下 这些无法无天的勋规了 一个个只知道给自己家捞好处 完全不把国家的安危放在眼里 这和城牛云秦四家为了国战不惜破家支援 形成了对比太强烈了 你看看 这回大战结束 这四家一定会再上一个台阶的 杜如悔伸长了脖子 看看广场之上不时传来大笑的李二和云叶 接着话说 云叶此子的确对得起他神仙弟子的名头啊 多次化险为一步说 就是这点石成金的本事 陛下就会重重的依仗 互不家父 而国用族 这是一种通天的本事 他好像知道 这个世界里哪有财富可取 如何取 你还记不记得 他画的那个玉山书院规划图啊 当时我们还在嘲笑他不自量力呢 现在看来 不出二十年 他就会完成 书院建成之日 就是他身为一代文宗之时啊 房玄龄往柱子后边看了看 发现外面很安静 张亮一滩烂泥一样 倒在地上抽搐 口鼻处全是血 促心的官服上全是脚印 胯下位置也有好多 光着一只脚 样子凄惨 刘洪基还有裴家 张家 姚家 这好几位啊 刚才动手的工业 一个个的在安静的喝着酸梅汤 刘洪基还敞开一劲 扇着风 就好像刚才张亮胯下的那几脚 与他无关子的 方玄龄指挥内侍 把张亮的靴子给他找回来穿上 对御医说 张公不小心中了数 脸磕在台阶上了 你们小心的给医治 然后啊 派人送他回家僵养 老夫会给他告假的 刘洪基刺着牙 冲防旋灵 挑了一下大拇指 然后继续喝酸梅汤 这么多年不上战场了 晒会儿太阳全身都不得劲 广场上的君臣二人已经走到了金水河的边上 坐在柳树下继续攀谈 怎么说 窦燕山还是死在你的手里了 嘿 陛下 那可不能这么说呀 他真的是和鳄鱼打架 两败俱伤才死的 不是围臣弄死他的 呵呵呵 你和你那匹马 把鳄鱼蛋给吃了 然后跑到湖的对岸 眼看着窦燕山带着受伤的管家 去了危险的地方 而不同知 这就是打算干掉他 还叫会什么无辜啊 陛下 窦燕山是乱臣贼子 哎 微臣是故事里的正面角色 您是不是联系错人了 微臣被他绑架 吃尽了苦头 您就没有觉得微臣可怜吗 胖胖的旺财 瘦的就剩一把骨头 微臣现在 那也被岭南的太阳晒得如同黑人 您居然同情他 你懂个屁 所谓识英雄 重英雄 这是为人君者 必须有的情怀 抛去立场不谈 相比窦燕山 你更加的像一个老谋深算 狡猾奸诈的坏蛋 用金子 把一个本来十分沉稳的萧雄变得激进 再利用自己先到一步的优势 逼迫窦燕山不得不与鳄鱼做最后的决战 两败俱伤啊 可惜了 一个枭雄的好苗子 你最后做的还算是有几分君子风范 埋葬了他 给他立了杯 如果你没有这么做 真会看不起你 其实你最难得的就是 没有贬低你的对手 对他抱有三分敬意 把他和鳄鱼 也就是龙交大战的情形 如实的说给别人听 君子之行 饮恶扬善 所以善莫大言 小子 你做事情 总能让朕从心底里喜欢 该有的原则不缺 该有的风度不失 该有的坚持不让步 一个狡猾跳脱的浮华小子 终于长成人了 你师父在天之灵 也该明目了 李二唏嘘不已啊 一副眼见后背成人的欣慰模样 陛下 微臣归心四见 这就准备回家 请陛下 隔了微臣 岭南水师 统领的官职 微臣 这就上脚印信 留着吧 你这样的水师统领 朕哪里去找去 别的统领 只知道向朕要钱 要粮 要人 只有你 可以把叫花子一样的水师 变得富足 而且善战 还有钱财上脚 这样的人朕不用 那就太浪费了 回去吧 朕准你一个月的假期 虽然没有达到目的 但是听到有一个月的假期 云叶还是很高兴的 败谢了李二 大踏步的就要往外走 走了没两步 就听李二又说了 走也没关系 你把怀里那盒子珍宝 留下来再走 那东西已经算是入了国库了 已经属于大唐 谁拿谁没命 朕不想这个时候再下令砍你的头 封建社会就是这点不好 总喜欢无原则的砍人脑袋 这东西又不是壁虎的尾巴 那砍掉了 还能再长出来呀 想到那件珍宝 云叶就心痛如刀割呀 光明之山呢 这是云叶给起的名字 拳头大小的钻石啊 放在太阳底下反射出的光芒 让人睁不开眼睛 是一个不足的珍藏 那每道开春就会拿出来祭拜一下太阳 为了让钻石可以多反射几次阳光 他们硬是磨出来了几个简单的切面 红城听说了以后就垂涎三指 带着人把整个村子围了起来 要他们交出宝石 给他们两车麻布作为交换 否则全部杀光 自己去拿 信仰的力量很强大 村子人呢 咽着口水拒绝了两车麻布的诱惑 蠢货长老呢 还拿出钻石给每个战士增加力量 让太阳神呢 保佑他们的战士 刀枪不入 水火不侵 这下好了 不用他们发动进攻 红着眼睛的红城强盗 自己就先杀上来了 不要说这些受到太阳神祝福的战士 被财宝迷魂头脑的红城这时候 就算是面对太阳神 那都敢下刀子呀 事实证明太阳神敌不过财富之神 那些战士在剑雨中纷纷的倒地死去 大唐的弩工 不是披着一层太阳神光辉的土人 那可以抵挡的 战士死光了 长老抱着钻石站在悬崖顶上 声称 红城如果不给他四车麻布 他就抱着钻石跳下去 最后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以三车麻布成交了 在大唐强盗们呆滞的目光中 长老得意洋洋的把钻石交给了红城 自己带着剩下的几个战士 拖着三车麻布回家了 大车算是天头 这不用说呀 过一段时间就会传出土人长老是如何的睿智 拿一颗石头换了整整三车麻布 大家都有新衣服穿了 至于死掉的那二三十个战士 只是长老传奇故事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点缀 越是原始的政治就越是残酷 减少了冠冕堂皇的环节 把现实赤裸裸的展现在红城面前 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啊 得知自己成为了故事里边被愚弄的蠢货 红城没发怒 笑得涕泪横流 最后又变成了嚎啕大哭 从那一刻起 他就对这颗驾之连城的光明之山充满了厌恶 连碰都不愿意碰 觉得那颗石头连钩屎都脏 宁愿抱着二十几斤的金筷子 也不愿意捧价值更高的钻石 云叶告诉他 那块金子上粘的人命更多 一根金的红城 就愿意抱着他认为干干净净的金子 也不愿意碰那颗肮脏的宝石 他认为人命不会依附在金子上 那是云叶造的孽 不是金子造的 这种奇怪的理论 让云叶迷惑了很久 也没有弄清楚其中原因 只能认为啊 这是他一个人的一种坚持 财宝放下来 又被李二踹了好几脚 本来不挨踹的 就是被骂了一顿 结果李二打开盒子以后 看到在烈日下 如同一轮新的太阳的钻石 顿时大怒 在云叶腿上一连踢了好几脚 然后指着宫门 让他赶紧滚 免得把他给气坏了 什么人呢 我只不过是想拿回家 显摆几天 让书院里的学生 看看先生这一趟远行之后的收获 最后那还不是要放回国库啊 这东西是臣子家里该有的吗 帝王那也只能把他放在国库里压仓底啊 来了什么使节之类的啊 拿出来炫耀一下 李二现在最喜欢的摆阔动作 就是装作不小心把琉璃展打碎 上回军务里啊 出了一个猛人 就是那种摆提破万迪的那种 名字叫习军买 李二召见之后为英雄庆功 期间与猪将畅饮 手持琉璃展的李二 亲手把杯子递给习军买 勉励他多多杀敌 为国争光 在习军买准备双手接过九斩的时候 李二的手划了一下 宝光四射的琉璃展顿时摔得四分五裂 习军买当场跪地 自称死罪啊 李二哈哈大笑说 有习军买这样的勇将 那才是大唐的福气啊 区区一个酒斩 那算得了什么 这样的酒斩 还有一个 命内侍拿出来 真满酒 再次递给习军买 感激的习军买当场一刀子 就把手花了出来一个大血口子 血流进了酒斩 一口喝干 发誓说要为大唐 流进最后一滴血 满意的李二还把那个酒斩赏赐给了习军买 满堂宾客 齐声恭贺 不用想就知道 那时候的习军买 那李二就是让他抱着炸药 去炸敌人的碉堡 他也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才被撵出皇宫 就遇到一脸艰险的李太 拿出一个小瓶子 问云叶 先生 您有没有办法 让这东西一直盯着一个人咬 不牵连其他人呢 云叶一看就怒了 谁允许他把习院里迷阵的大蚂蚁 给拿出来的 这东西太危险了 一般都是养在巨大的玻璃槽子里 习院费了好大的劲儿 才弄来一百来只 养成了现在这不到一万只 就这样还不能放到外面去 这东西的适应能力很差 在沙漠里纵横无敌 但是在潮湿多雨的长安呢 就没了生殖能力了 还总是被那些 鸟鸟雀雀的 叼走一个两个的 弄得云叶 想让他成为一道屏障都不可能 现在这家伙 居然把他拿出来当玩具 那被咬上一口 跟烧红的铁钳子夹一下 也没什么区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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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什么区别呀